接下來來講講圖這個東西 圖這個東西應該怎麼做呢 大家常常看到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是我之前在化學系的時候看到一個簡報 它怎麼做 鋰電池的利用 鋰電池的動力 這個看起來就是模板 模板其實很容易看 這個是模板 接下來是圖片板 我覺得這個畫面 鋰電池的混合動力 它車子應該是鋰電池或者是汽車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把車擺在這裡 接下來第二種 這個是我在摩文堂上課裡面 該講的是我們如何獲取之事 為什麼要把圖擺在這裡 其實我不太懂他原因 接下來對齊 為什麼要終於要空一行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在哪裡 可能是因為這邊自害多 所以他必須要把我們參與 接下來第三種 這實驗步驟 當然最常做的 尤其是理工科 最常遇到的這種實驗步驟 對吧 這個看起來就是套模板 通常大家會遇到像剛剛這種 第一種叫一張圖 第二種叫很多張圖 應該大家最多就排到這個吧 還是有第三種比較超多張圖 應該沒有吧 通常就是三張或兩張以上 比較多張圖的方式 接下來這個又是剛剛那個陳湯瑪克做的 他就一個學術生意來的開始 然後後面一堆花 我不要看你的兒子 這代表什麼 心心向容的概念嗎 然後接下來旁邊 傑出的女性給年輕學生的武術 跟學術生意來的開始 這個標題感覺好像有點奇怪 選圖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大家其實現在用Google找圖 並不是一件難事 例如說 OK 如果我找到一個圖 我想要表達陳湯瑪還好正這件事情 我就找這樣 有感受到正的感覺 有人有覺得正嗎 來來 這位同學你會覺得正嗎 胡掉了 沒有 如果這樣子有正一點 所以其實圖片它有一個很重點 叫做清晰度 回到剛剛這幾個東西 這個其實都胡掉了 胡掉其實對人的視覺而言 它是一個很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 真好的 接下來我講性感 哇靠 給我有馬的 不是 如果我換成這樣 有沒有性感一點的感覺 其實我們在 人在接收訊息的時候 圖片的速度往往大於文字 所以 你現在做一個好的powerpoint的時候 你應該要善用圖片 這個圖片應該要能夠很明確的表達 到你文字想要傳達的意思 一如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剛剛所提到的 字書太多 只提起來太小 字形太長 跟顏色太長 我們來做一下改善 學習成長 你有成長的感覺嗎 考驗困境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幾個字 有感覺 有感受到困境的感覺 集體成長 看完四個字就覺得 我有一種要團隊合作的感覺 那我畫個方式 集體成長 我把那句 只是把它拉到這裡來 我畫成一張圖片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突然覺得 欸 眼睛有被吸住了 而且很明確的感受到集體成長 那集體成長 才能夠展現自己的高度 有吧 其實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選圖 我相信大家 第一件事情叫高品質 什麼叫高品質 好看 第二件事情要高畫素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 拍照實力或者是 拍照技巧 你只需要 打開一個最強的地方 叫做 Google 然後你在上面搜尋 一些圖片 例如說 呃 我搜尋夕陽好 然後接著呢 我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選擇圖片 於是我們就可以找到很多很漂亮的圖片 好 接著大家會犯第二個錯 我覺得 嗯 我看看 例如說 可能我覺得這張很漂亮 我就把它摘下來 但是 有人有考慮到 它是不是其實它解析度很小 你放到大的時候 很容易就很像 剛剛所提到的一樣糊掉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在搜尋Google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這邊有搜尋工具嗎 大小你就選大 那 這種圖 你基本上抓下來 你怎麼放在PowerPoint裡面 都不會怪 例如像是 我就看看 我覺得這張很棒 通常 你就把它摘下來 然後 然後 其實你就是把它摘下來 我這邊有幾個摘好的 給大家看 例如像是 就是 嗯 我就把這張圖 這個可能之後摘下來 我就把它拉進去 通常只要到1920x1080 或者1024之類 基本上都會規模掉 所以 你可以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選擇大 這樣子 你會比較容易 可以再做 圖片上調整 你不需要受限它的相似 好 我再給大家 幾個範例 通常 文字不會只單純的文字 它會配上一些圖片 對吧 來去強化 或者表達 你這些文字所要代表的意思 例如 我這麼說好 一張圖片配上簡單的文字 結果我載下來的時候 它的文字可能很好的 而且還是大略 很簡單的圖片 配上一些文字 有沒有好有感覺 有沒有通常感覺到乾柴烈火 有沒有通常感覺到慾望 有沒有感覺到一點點的不一樣 它只是很簡單圖片 但是遠遠比你把圖片拿掉之後 聊下文字來的 好 其實它很簡單的一些圖片 讓你去想像一些文字 自首要帶給你的東西 然後你的眼睛就會莫名其妙 就會被在畫面洗著 然後接下來有人會好奇 這些圖片 我要去找 哪裡找這樣一個帥哥 真是太迷人了 第一種人 可以上 flicker 這邊可以找到 很漂亮的圖片 很漂亮 但是你不要把它拿去做什麼 引力上的運用 這邊基本上都是沒差的 例如說 像我剛剛找到的 夕陽 好 我剛剛在Google裡面有印象嗎 我剛在Google裡面找夕陽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在Google裡面找夕陽的時候 我遇到這些東西 但是我如果先進到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的夕陽又美多 有沒有發現夕陽其實漂亮很多 選圖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它可能決定在說 OK我今天要傳達這個畫面 或者觀念是什麼 或者感覺是什麼 於是我就挑一張照片 這照片高品質 這樣漂亮 所以Google有時候 可能不見得能夠找到 漂亮的照片 你可以上這裡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美的照片 然後過末的你的整張的PPT 就會變得很有主感 只是因為你加了幾張簡單的圖片 然後千萬不要用心細靈體 因為你會毀掉一整張照片 你可以用一些比較簡單的微軟正配 或者像是Adobe版 你不要用心細靈體 那個真的是會想 好 什麼叫做何主題 我用這張圖我講科學 這對嗎 這更不科學啊 對不對 我已經拿一個美女圖講科學 所以你們要很care的是 你們今天這個 然後你的文字想要傳達東西 接著你再去找圖片 OK 好 那圖片可以怎麼排 這是上上次我第一次演講的時候 其中一個PPT的畫面 還有一張架的圖 它有一點點跑掉 沒什麼關係 我這樣排 其實還蠻乾淨的 其實我覺得還蠻乾淨的 但是我覺得這邊喔 這個間距跟這個間距好像太對 間距好像有點偏掉 然後我覺得 文字要傳達的是這樣的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學生他很無助 他不知道老師上課就會誰上課 所以如果我要讓這樣一個感覺 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我把它放大 有沒有好一點點 其實整個畫面可以帶給 所謂觀眾 或者是你撿包的對象 會比想像中還要大很多 其實你們可以嘗試著很大膽的 去排列你們的圖像 例如說我在網路上找到一張柯文哲的圖 這邊喔 我大概怎麼剪 怎麼做咧 知道會不會這根加一條黑色的布 阿松加一條黑色的布 阿松會寫個電 有沒有覺得 它感覺根本就是 零碧塔的象徵 對吧 如果我大膽一點點 我只把圖片放大 找個地方把它塞進去 有沒有比較剛剛好一點 應該有吧 其實你們在做PPT的時候 剛才講到一目了然 所以你們可以嘗試的 把圖片一直不斷的拉大 一直不斷拉大 這邊給大家看幾個問題 最後我來繼續請問一下大家 來 如果剛剛這幾個東西 有沒有 在我剛才講完 覺得做起來會有問題的 有沒有哪個地方你覺得會有問題 有沒有來講講 你覺得哪邊可能會有問題 呃 我覺得可能是個人美感 如果沒有跟進的話 有沒有想到說 怎樣的方式叫做 OK 好 這邊是個人美感的問題 接下來你要來講講 你覺得 平常都這麼做 平常都這麼做 這種就優秀 你覺得 圖片沒有那麼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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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敏感問題 敏感問題 我想說 遇到敏感問題 害我有點像 我想說我該放柯問子 好 接下來 剛剛所提到的 第一件事情 找不到適合的圖片 跟美感問題 怎麼樣可以去解決 這兩件事情 我們說最偉大的東西 通常都是由 先模仿 對吧 就像小米一樣 先模仿 Apple 接下來在視頻上 辦法超越它 所以網路上 其實大家可以找到 很多的 排版的方式 然後我這邊給大家看 例如說其實網路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簡單 然後再教你如何排版 然後怎麼排會比較好看 其實美感問題 最簡單解決方式就是 你去找一個 你覺得看起來是美 接下來模仿它的方式 直接照它的方式排下去 直接照它的方式排下去 這是最快的方式 OK 你覺得 這個排法真的是 還蠻美的 這自己感覺還不錯 你就照它的方式排下去 你就可以解決掉 這個美感問題 接下來第二件事情是 大家可能會遇到一個狀況 例如像 這一張柯文哲 我把它的圓圖拉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不知道它長不在 它其實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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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就是 有些圖片 就是真的有一些 我很不喜歡的背景 例如說 我找一個狗狗 好 例如說我覺得這隻狗狗 真的是覺得真是可愛到炸掉了 於是我複製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貼上 好 我找到一隻狗狗 然後那隻我覺得 不想把狗狗 像剛剛柯文哲一樣的方式排 結果排完之後發現 糟糕 這背景真的很煩耶 啊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快點怎麼辦 PS掉 PS掉 這是最高端的方式 有沒有再低階一點點的方式 最高端就用PS 來 有沒有看到你按著圖片 它有跳出一個格式 做一件事情 左邊移除背景 立馬把它的背景移除掉 雖然可能移除不是這麼的乾淨 但是它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也是不錯的 好 這邊我已經去掉一半 那接下來我還可以再去去掉 就得到一隻狗狗 當然這個去拔並不是那麼的乾淨 這就要看大家的圖片 啊這個是有毛的 所以毛的東西其實比較難去掉 但是大家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我只靠著PPT 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 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我用PPT直接去背 大家剛才有看到怎麼做的嗎 這邊 接下來怎麼做 移除背景 然後我就去把我不要的地方 拉掉 例如說我現在這邊不要 這邊不要 我拉掉之後 確定 結束 接下來你覺得 這隻狗啊 其實牠的眼神帶一點憔悴 所以其實憔悴的感覺 應該要有點黑白的 所以於是我再做一件事情 例如說 把它變成黑白 對吧 現在美術效果或者是 這邊現在有點小 不過沒關係 像美術效果 或者是像這些 顏色的變化 例如說我這邊 我可以做美術效果 我覺得這樣比較漂亮 或者我覺得 顏色應該可以藍一點 等等 其實你都可以在這樣一個 這個區塊裡面 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所以例如說 這隻狗 有沒有比大家看起來可憐多了 對吧 接下來我可能再做 對比度高一點點 有沒有看起來更可憐 對吧 所以其實 很多的效果 你可以自己 試著去加 你只需要靠 這邊的這個 大家應該常常有用到這個東西吧 這一塊 有沒有常用 有沒有用過這些東西 加個圖片啊 加個這個 對吧 這個應該常常大家都有用過 但是 這個有時候 可以加 但是有時候會加的太過 它會覺得缺一點點主感 當然你可以去模仿一些 呃 網路上的排法 像是 我覺得這幾個都不錯 例如像 OK 你如果覺得 你喜歡排中國的風 中國風 當然就可以 找一下中國風的方式 然後照著去排排看 然後或者是配色 這邊有很簡單的 告訴你怎麼配色 啊 如果不知道怎麼配 剛剛有提到美感的問題 還有一種方式 你到Pinterest 然後呢 做一件事情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平常沒有想過 它可以怎麼丟 我如果這邊 靠個 靠個 我可能會有看到一些比較簡單的 顏色在這裡 我可以自己去湊湊看 或者像 你可以看 例如說 我可能需要一些 我覺得 我不知道封面怎麼排 所以我試圖的搜尋 例如說像 Cover 我如果找到很多Cover 我就可以去模仿它 這麼做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搜尋的管道 或者我可以搜尋 或者加個性質 或者加個什麼東西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你所可以模仿的對象 這就不是美感問題 這代表有點模仿能力 我相信 大家應該都具有相當的模仿能力 所以 這部分我就 不多提 哪個好看 哪個不好看 我覺得那是 每個人美感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 美的東西 依然還是美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柯文哲 OK 我覺得 太能感 我覺得 比較帥 我覺得黑白更帥 其實也是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 下去 試試看 你的畫面 也可以做什麼樣的變化 就只要大膽 去嘗試 接下來 還有 例如像 如果我現在 今天給你這樣一張照片 野草白懸孕 我自在這裡 不清楚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把它放在哪裡 來 這件黃色衣服 會把它放在哪裡 或者你會把它放在哪裡 或者你會把它放在哪裡 上面 上面 左上 右上 中間 上面 右上 他選擇擺右上 你要用白色字體 好 啊 你選擇擺哪裡 右上 右上 中間 上面 為什麼你會這樣 那邊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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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 中間 上面 那邊是人 人的感覺應該頭髮比較滴滴的 所以其實你會擺姿會很清楚 啊 你會怎麼擺 我會擺擺看 你會擺擺看 好 我們來擺擺看 看擺在哪邊自己的智慧最清楚 看大家的Sense 對不對 剛剛有人說擺這 有清楚一點嗎 啊 有人說擺這 有嗎 對不對 擺這 有清楚一點嗎 好像有一點點 有人說 可以擺這嗎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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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沒有要清楚 好像都還好那樣圖證太亂了 啊 該怎麼辦 換個方式嘛 既然沒有地方給你擺 就自己創造的地方給你擺 就自己做的地方給你擺就好啦 這幾個東西怎麼做 就很像我剛剛前面這個東西 你不知道這個字要放哪裡 你就自己做一個地方出來放就好啦 對吧 你就自己做一個地方出來放啊 你何必去局限在他的圖片裡面呢 你就自己做一個地方出來放就好啦 對吧 好 問題2 來 我又來問問大家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來 你又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你覺得如果你要做一個地方出來跑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不會做 不會做 不會做一個地方出來吧 好 那 如果是你呢 你又遇到什麼困難 再加一個畫面 你要做一個地方出來跑 好 不知道怎麼做那個地方 好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好 如果要做這樣一個地方出來排 大家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怎麼樣做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框框出來 其實這個框框不難做 呃 我先把它全部刪掉 我先把 我先隨便抓一張圖 例如像 OK 像這一張 好 這張圖我覺得我需要做一個框框出來 呃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做的是 第一種 我會加 一個圖案 例如說我會加 我這樣框一個出來 噓 叫很鳥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要 它有那個框框有沒有 我不要 框框我不要 接下來 顏色通常我會選擇 白色或黑色 然後填完之後 填完之後 我一個框框 可以出來擺東西 無論放 就幹 靠北 電話我原本的圖形都幹出來 所以 該怎麼辦呢 於是 按右鍵 格式化圖案 填滿 透明度拉出來 有沒有發現它被打扮 好像這邊可以擺一些黑的字體 對不對 有點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可能 這麼做 我就去這邊 然後我把我的圖片 我把我的字移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黑色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一點 好像有一點點 因為好像沒有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調多一點 這樣 其實就清楚很多了 我這個是隨便買的 沒有說 大家都剛才不好看 這是一種方式 或者可以學我一樣 有些圖你可以選擇加黑色的框 有些圖可以選擇加白色的框 像這個我就是加黑色的框 好 剛剛還可以看到一種感覺是 例如像這個我也是加黑色的框 這你就很明顯 如果我今天把 我今天如果一樣文字 我把它弄掉 其實它非常的不清楚 可能有些人會選擇 OK 我如果是白色的字 我就把它擺到比較黑的地方 其實還是不太清楚 對吧 所以我通常會選擇 我加一個區域出來 加區域有幾種加法 像剛剛提到的是叫做半透明的色塊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它是運用在 如果你今天這個圖片很亂 真的很亂 亂到這樣一個不行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要讓它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點 為什麼做 我第一件事情 我先 複製一張 然後貼一張 我現在有兩張一樣 有兩張一樣 等一下我做一件事情 好 圖片 只要遇到圖片 就全部在這裡 剪裁 來 你動一下 我把它剪裁 這樣 OK 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變有兩張分 你回來 好一下 第二件事情 圖片格式 很速效果 很速虛化 欸 有沒有發現有一種毛玻璃的感覺出來 好像有點感覺喔 好 可能 這邊還有一點不太清楚 於是我可能在顏色校正的時候 我再把它調暗一點 其實你這邊就可以放白色的肢體了 對吧 其實你這邊已經乾淨到黑到一個 你可以放白色的肢體 但你自己可以去調整它的數值 看你有沒有需要這麼黑 或者這麼糊 這是一種方式 那你也可以做到 就是這樣 OK 如果我今天要講一個觀念 但是 可能這個字比較多一點點 沒辦法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掉 那我需要一個地方可以放圖片 然後有一個地方可以放文字 但是我又不希望 因為文字太多了 所以裡面被壓縮到 那個 影像的那個感覺就沒有了 所以我會選擇 我就在這邊加一塊 那這可以怎麼加 你可以選擇這樣剛剛訊號 或是毛玻璃 接下來再給大家看幾個範例 還可以怎麼加呢 如果今天你遇到一張條片的時候 例如像 一隻蜥蜴 你在選擇這樣加 然後 或者是你把它拆開 或者是你可以加這樣的一個半透明色塊 接著 你甚至可以用虛化 剛才我組做的虛化色塊 一張圖片你加上一些效果 你就有很清楚的地方可以加字上去 那 剛剛會選擇 像我使用 黑色或白色 因為這兩個顏色最不會死掉 最好的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色塊用什麼顏色 你知道嗎 你就看整張照片 我覺得這樣是紅色 你就拿紅色的 當作那個色塊的顏色 這樣子絕對不會錯 就是你拿 那張圖片 它的顏色 下去 當那個色塊的顏色 很快 你就可以做出 很有質感的 提名提